我自己還蠻擔心說 女人會不會不認我 一回去的時候發現 糟糕 怎麼她一抱 我一抱她 她就哭 我的部分已經早就結束了 你家部份啊 對 我的部分 我的部分第一集就結束了 對 有啦 後面還有 呃 呃 零星的集場戲 一開始在斷奶以上就消極了 對 沒錯 很多網友都傻眼 我跟 所有人遇到的時候是在 殺青的記者會上面 才遇到 然後我們看了一些片花 我看完之後我才真的 領悟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是陳俊最正常的 對 然後其他人這些鬧到我覺得說 你們開玩笑這樣子 電視台可以播嗎 他那個吻什麼時候要解決一下 這吻呢 其實說到 是隨便答應的對不對 不是 我根本沒答應 我一開始看到新聞的時候 我還在劇組 然後人家就拿這個新聞給我看 我說 什麼時候有這件事情 跟孟哲 那他同意的嗎 他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記得我上一次 男男吻我是跟王少偉 真的 因為在節目以前 我在少年特工隊的時候 對啊 他有真的親下去 真的親下去啊 但是沒有碰神頭 當然沒有 誰要碰神頭 又要拍戲又要主持 接著遊戲也一直在進行 然後之前還辦了演唱會 還沒提醒 所以你其實都沒有在家裡 就是回答他的時間 大概都是那種三四個小時啊 或者是一個下午 或者因為我回去的時候可能是半夜 然後早上起來 幾個小時又要出去忙 然後忙完之後又接著就下台中 我自己還蠻擔心 說 呃 女兒會不會不認我 從消流球回來 因為是連續幾天 然後前面又在那場拍戲等等 將近快一個禮拜 都不在家 然後這兩天回去的時候 發現 欸 剛剛王寶 不是 不是 一回去的時候發現 糟糕 怎麼他一抱 我一抱他 他就哭 然後在拍戲的時候會想念他嗎 會啊 以前是比如說 想要視訊我就會直接打 但現在就是變成我要先傳訊息 我看到他們 我吵到他們 對 怕吵到他們 或他在睡覺 然後先確定說 可以打了 那我再打 欸 你真的是阿姓 真的 那個時候 看到譬如說 樂樂在台上跟人物一起跳舞的時候 就會想說 哇 十幾年後 他搞不好也會這樣 樂樂長度很大 我不知道 然後就有人問我說 欸 那十幾年後 等到Doreen長大之後 你要不要讓他一起上台 我說 那個時候我還跳得動嗎 對啊 原本是想說 兩個 因為也怕你們就是 從小長大的過程 如果沒有另外一個人陪他 會有孤單 對 但是 這是目前的想法 現在先專心把他照顧好 他滿撒嬌的 對 滿撒嬌的 對 滿撒嬌的 常常你抱著他 就會一直在 在你肩膀身上磨成 一直磨成這樣 很可愛 我還不會講話吧 對不對 還不會 兩個兩個 他會講話我會嚇一跳 哈哈哈哈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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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